传美国要求海军陆战队驻守美在台协会新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消息称,该国国务院已经要求将海军陆战队队员派往台湾已驻守刚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AIT新管CNN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尽管派遣海军陆战队队员驻守美国在台协会的要求,在几周前已经提出, 但目前尚未获得正式核准,而本案仍在国务院外交安全局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与海军陆战队之间进行协商,如果这下要求获准,这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近40年来,首次驻守在台湾的外交使馆,尽管派驻台湾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预计不多可能不到10人,但其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在美国于1979年与中华民国断交后,美军便为永久驻守在台湾,一名不愿透露这项要求,是否已经提出的国务院发言人告诉CNN说,我们不讨论有关保护我们的设施或人员的特定安全事宜 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象征美台关系升温 美国在台协会,乃依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所成立旨在促进美台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各领域的关系 多年来,美国一直通过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保持着非官方的关系 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台北市内湖区的新馆,于6月12日,举行落成典礼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美国 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Mary Royce等多名美国官员出席了落成典礼 蔡英文在致辞时,表示这座新馆的落成代表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终于玩具,他期盼在彼此共同的努力,向美台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而罗伊斯则说,这座新馆象征着21世纪美台伙伴关系的稳固与活力,让双方能继续创造更了不起的合作 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占第16英亩造价,2.5亿美元 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美国政府在台市资新建新馆,且租用内湖新纸 长达99年充分展现其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坚定不移的承诺